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民政事務局前局長何志平 剛好在美國出冊 回到香港正接受14天的強制檢疫 下機時被記者拍到 肥平變瘦平 因為身形銷售了不少 由於他出冊的關係 有一篇《紐約時報》的報道又被解僱 這篇報道實情是說 在2017年尾 他剛出事的時候 竟然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拜登的弟弟求助 拜登不是另一個 而是民主黨籍前副總統拜登的弟弟 根據那篇報道所說 就說在2017年11月 從事金融業務的拜登弟弟 在一家酒店大堂那裡聽了一通電話 而打電話給他的正正就是何志平 而其時何志平已經因為涉嫌賄賂案件 而被扣查當中 《紐約時報》的記者曾經問過拜登弟弟 拜登弟弟說 實情他都覺得何志平打給他很奇怪 因為他知道何志平本來不應該找他 而是找拜登第二個兒子 拜登第二個兒子就是亨特 亨特即是和中國利益關係千絲萬縷那位 這個不用不認 因為早就有媒體揭發過 亨特曾經擔任一家中國基金的董事 拜登弟弟就把亨特的聯絡方法告訴何志平 這是第一個基本事實 第二個基本事實就是何志平 當時何志平擔任中華能源基金會的副會長 實情這個基金會是由華信能源董事長葉簡明出資 故此葉簡明可以說是何志平的老闆 第三個基本事實就是 葉簡明原來就和拜登的第二個兒子 亨特 又是有一個非常緊密的聯繫 原來在2017年5月 葉簡明曾經和亨特談過一些合作投資的事 後來就不了了之 到底兩個人談些什麼合作呢? 原來他們在談要在路易斯安拿州那裡 投資一個價值四千萬美元的液化天然氣項目 但隨著葉簡明在大陸因為涉及貪腐的問題 而遭到當局扣查 這宗交易最後亦告吹了 同時有一家雜誌叫紐約客 他們報道過 葉簡明曾經想向亨特 貴贈一顆2.8卡的鑽石 但後來亨特一直堅持沒有收過這顆鑽石 紐約客的報道所說 亨特跟別人說 這顆鑽石他沒有收過 不過轉贈給他的助手 故此他本人當然沒有收過 因為他的助手就收了 同時亨特就說不認為葉簡明這個行為是試圖行賄 而葉簡明在美國政界當中也受到了不少誤會 誤會什麼呢? 就是以為他的後台真的非常強硬 一直到他出事的時候 很多人才謊言大誤 原來他的後台都是不過異議 同時甚至乎是有些美國政界中人誤會了 以為葉簡明是開國十大元帥葉劍英的孫子 這當然是跟中國大陸的資訊封閉有關 實情如果被人誤會是一個紅三代的話 他本人當然不會主動去澄清 這個情節令我想起潮皮論的一齣電影 叫做《假如我是真的》 他在電影當中假扮一名高幹子弟 走到上海那時招搖撞騙 結果得到很多高幹的款待 當他後來被揭發後 他說的最後一句對白就是《假如我是真的》 這個成為了電影的名稱 鄧麗君也唱主題曲 好了 今次葉簡明這個事件 情緻上多少都有點類似 在情緻上 其實拜登本人也要就著這系列事件去澄清 你兒子亨特 擺明是憑藉著你的關係去建立人物網絡 如果你拜登本人不是做美國副總統的話 基本上亨特他怎麼能夠接觸得到這麼多利益才行 怎麼會有這麼多中國人埋他身才行 這件事也難免會令人想到 究竟你拜登是否利用自己兒子去接收這些利益呢 若然不是的話 拜登是有必要走出來澄清的 你就不要像拿自己兒子出來擋箭牌那樣 就說這些利益都只不過是你兒子去做的 你本人沒有份的 但是你兒子有份陪你去北京那裡進行訪問的 你去還去 你兒子又去一份呢 當時你去做訪問還是你兒子去做訪問呢 他是以一個什麼的身份去做呢 是不是只憑富貴呢 這件事你就是瓜田理下嘛 是不是呢 你沒理由你去做官式訪問 你家爺底吶都帶上去的 這件事怎麼說都說不通的 故此無論拜登怎樣去聲稱自己對華強硬也好 總有一班人是不相信他這番說話的 因為他在過去擔任副總統那8年的往職 基本上就是對華軟弱 而且他的兒子亨特和中國之間的利益又久前不清 那你要怎樣去相信你才行 而根據最新的民調顯示 特朗普在美國的支持度 就由上個月的四成九 急跌到現在只有三成九 那個支持度是跌了一成的 這個民調因為是由霍士新聞所做 故此我也覺得是絕對可信的 因為霍士新聞已經是親特朗普的一家媒體 如果他都不可信就沒有一個民調可信 到底這次是真的反映到真實情況 還是要製造一種危機感出來 要等到特朗普的支持者要喚醒他們 現在真的告急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採取哪種策略 但是特朗普的民望跌也是不奇怪的 因為這個跌幅相信是 是關於上個月所發生的那宗警暴案的調整 故此特朗普仍然有四個月被他追落後 比如說 接下來這四個月 如果在經濟上有所起色 那他的民望自然也會回升 但是剛剛 美國已經宣布了 在技術上暴入了經濟衰退 因為已經錄得了連續兩個月的經濟跌幅了 到底會不會在短期內扭轉得到呢 我相信是會的 因為美國的非農業的職位 是不斷地增加 失業率也開始下調 經濟開始進入一個復甦階段 因此我傾向相信 特朗普的支持度 在接下來這兩個月就會回升 最後講講關於香港的情況 這個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今早就去了商台節目接受訪問 到底他講什麼呢 全部都是歪理 其中一件事就講到 要求會勸指學生 在學校裏面進行政治表態 或者是唱一些帶有政治信息的歌曲 例如《願榮光歸香港》也不行 因為這首歌 就屬於政治宣傳的歌 故此就不讓人唱 商台主持就情急置身 就問楊局長 如果那些學生在唱熱愛基本法又如何呢 楊局長竟然回答 說熱愛基本法就不是一個政治行為 而是每個人都應有的行為 正如好像孝順父母一樣 故此熱愛基本法不是政治宣傳 而是法治行為 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到底楊潤雄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唱熱愛基本法唱義勇軍進行曲 這些就不算是政治歌曲 這些就是每個人應有的行為 這些就擺明是雙重標準和輸打贏要 對吧 反正就是支持你的歌曲就行 不支持你的歌曲就不行 一句說完 你為什麼要搬這麼多龍門 為什麼要弄這麼多標準 沒有人會服你的 對不對 你說不准做政治宣傳 那為什麼你又要在學校搞外國教育 為什麼又要搞所謂國安教育 這個國安教育算不算是政治的一部分 請問你 根本上就是找事情來講 你就不要說政治是不可以觸及校園 這些是廢話來的 政治絕對是可以觸及校園 只不過就一定要政治正確的意思 一定就要愛國的意思 已經說完了 不要裝作了 什麼不可以唱政治歌 又說不可以這樣那樣浪費 還有你就不要再做錯誤類比 竟然間就說熱愛基本法是和孝順父母一樣 孝替是人倫的根本 是幾千年以來的傳統價值 喂 你那些什麼熱愛基本法 熱愛憲法 你找一本古籍出來引用 讓我們出來看看笑 有沒有寫到 你是不可以這樣去比以不倫 還有你們這些人哪有資格說 口裡面叫愛中國 實際上你們這些高官當中有多少老婆子女 是入籍了外國的 是拿著外國護照的 還有你楊潤雄局長本人 自己的兩個子女都去了澳洲讀書 就算在香港那時候 你都不是入讀傳統的 比如說直資中學 或者資助中學 你都不是讀那些 你是在讀國際學 那你自己都認了 是不是 自己搞一套教育制度出來 自己的子女都不用去受 一味就說這些教育制度沒有問題 不會誤人子弟 那為什麼你自己的子女不去讀呢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